天 漸漸地轉變了 灰色季節 夜 漸漸地平息了 喧鬧的劫 夜 漸漸地消息 我不要走 心渐渐地苏醒了 感觉无头 窗外飞扬的裙脚随风 不安的天空 正流星波过 无头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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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从我上次见到你之后 我就天天的泡在这里等你 没想到今天真的要不见到你了 你又想干什么 你误会我 你可千万别误会 我在这里等你 就是为了把这个交给你 看来你还没有那么快 那么你到底想找我干什么呢 我只是想 小姐 说了半天我还不知道你怎么称 我姓许 许 许小姐 我是浩钱娱乐公司的制作人 我叫田浩 是这样 我们现在正在物色演员 我现在想留你两张照片作为资料 不知道有没有兴趣 看来你是心烫的 不过我听说干这行的变得很多 对了 我承认 干我们这行是有不少人混水摸鱼 而且您的咖啡 慢用 是有人混水摸鱼 但有一点请你放心 我钱浩绝对是货真价实的一个 是这样的 现在我手头上正好有一个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在找女主角 我想上次见到你之后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演这个角色 所以说如果你愿意在影视圈发展的话 我们可以谈一谈 我是个舞蹈演员 没有演过戏 舞蹈演员 舞蹈演员那就更好了 舞蹈演员就不要有基础 而且我看你是一个不可多责的人才 徐小姐 如果你想往唱歌方面发展的话 我想我还是有机会合作的 这个我从来没有想过 现在我心情不好 心情不好 哦 没什么 谁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这我能理解 既然我们能碰到 那就是我 咱算 来 请你喝一杯 好 喝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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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 倒 喂喂 他还没回来呢 要不 你上来等他 还没回来呢 我不上去了 要不这样吧 一会儿等他回来 我让他打电话给你 那也好 谢谢你啊 没事 不要再喝了 喝酒 喝酒 你不敢喝就是 我敢 我怎么不敢 喝啊 前 前浩 我们今天先见 是有缘分 缘分 缘分 所以祝贺一下 祝贺 祝贺 别包括我 也喝 我们一起再喝酒 好 喂喂 咱们现在回哪儿啊 我 回哪儿啊 对 我回哪儿啊 你看这个回 回宿舍吧 我怕这大门也锁了 不要 不要 我最讨厌回哪儿了 我不回去 我最讨厌回哪儿了 好好好 不回 不回去啊 不回去啊 好好好 我们继续喝酒 好 来 好 那这样 你跟我走吧 好好好 我不回去 不回去 来 我们要喝酒 好 喝 我 我要喝酒 没事 来 喝酒 来 我不回去 不回去 不让你回去 不让你回去 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我不回去 不回去 不回去 听话 我要跳舞 好 我不要回去 好好不回去 来 我要跳舞 我讨厌回去 快 快 我不要回到他们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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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回到哪去 我要跳舞 我要跳舞 要跳舞 要跳舞 請 是蔡浩嗎 我是薇薇 昨晚是你把我送到旅馆的吗 真是的 你怎么不送我回去 送我到这干嘛 喂 搞什么 谁呀 谁呀 来了 你怎么 我可以进来说吗 进来吧 你是不是再奇怪 我来的这么快 其实我昨天晚上也没回去 就在你隔壁的房间睡了一晚上 昨天晚上你喝醉了 一直让着 我不要回去 所以我生怕把你送回剧团 那就把你送到这来了 怎么样 你昨晚醉得很厉害 现在好心了吗 没事了 真不好意思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 完全没有 不过话说回来了 你醉酒的样子还是挺可爱的 对了 这里一天有多少钱我给你 可爱 瞧你这话说的 什么钱不钱的 我怎么要你的钱 不 要的多少钱 三百五 我没带钱 你跟我回去取钱 小姐 你根本不用在意 不喜欢 听见没有 那哪行 我昨天喝醉了 说什么醉话没有 那倒没有 不过你不停的说 不要回那里 你不认为你 趕快就会再见面 再见 拜 你还回来 远山 你听我解释 算了 没什么好解释 我不想听你解释 你一定是误会我了 我又没说什么 可是你这样比说了什么还要严重 我昨天晚上没回来 是因为我生气跑去喝酒了 你知道的 我一喝就醉 然后我那个朋友只好把我送到旅馆去 我总不能这个样子回来吧 哪来的朋友 对了 就是上次在爹厅里和你打架的那个 他 他什么时候变成你朋友了 真是不打不相识嘛 原来他是个制片人 想叫我去试试镜做影视演员 你看 他把上次给我拍的照片和底片全部都还给我了 也是他送你去旅馆的 他这个人挺好的 其实 那我就不好吗 远山 昨天我喝醉了以后 他特别担心我 在我隔壁房里住了一夜 你不相信我 都是因为我昨天心情太不好了 老是想和你吵架 就把气撒在你头上 我想了好久你说的话 没错 我是有不少毛病 对你 也不够好 不过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 你就别再生气了 来 看我的照片 拍得不错啊 葳葳 你再生气 也不该一个人出去喝酒 知道 我以后不会了 昨天 我说的也很过道 以后我们别再吵架了好吗 我们再也不要吵架了 昨天晚上那个叫钱浩的制片人 他正在给一个二十集的电视剧 找一个女主角 你说我要不要去试一下 你怎么什么话都相信啊 对了你看 这是他的名片 反正又没什么损失 我想去试一试 那你就不跳舞了 想离开舞剧团吗 八字还没一撇呢 再说 我也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对呀 没准 我还真是那块料呢 那这样你就去试试看吧 说不定导演啊 还看不上你呢 我有那么差吗 葳葳 如果你认真衡量过 也考虑好了 我一定会支持你的 我知道你会的 我让你会在这边 进门呢 讨厌 葳葳 谁送你回来的 老实交代 快说 您少说几句吧 怎么了 你怎么不喜欢我 我就喜欢成功男人 这有什么 现在满大街的广告牌上 穿名牌的 喝洋酒的 买别墅的 不都是成功男人吗 对 这年头不成功的男人 简直就不是男人 对了 这就叫女不能嫁错郎 男不能选错行 你们两个不要乱说了 远山 薇薇 别理他 你真是狗嘴吐不出象牙 喂 小贞 吴贞不在 请问你是哪位需要留话吗 不必了 你是 周华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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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понимаю 喂 我 喂 经费的事呢 还得靠你们自己来解决 因为这是我们同意 你们自己去搞的一个先决条件 你们的困难我是知道的 可是我能帮你的不多 这个我明白 我不是要为难你 我也想知道 人家别的团体是怎么做的 这就是各显神通了 有的打广告 有的找朋友 有的直接找剧场来投资 我给你介绍一个 怀剧团的刘团长 他们的筹资经验是很丰富的 好啊 这样呢 我可以替你们活动活动 向宣传部打个报告 为你们筹到一点钱 不过肯定不会多啊 谢谢啊 剧长 我就知道你这次来必有所图 其实我也考虑过了 我没有多少钱 就干多少事 经费多就搞大的 经费少就搞小的 但是无论如何 武剧是一定要搞出来的 好 加油干 我就不占用您的时间了 我先回去了 谢谢剧长 妈 干嘛一人坐着 不看看电视 任初你过来 我有事问你 又怎么了 你过来 您就说过 是不是剧团又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 不是舞团的事 我问你 昭华呢 回武汉 真的 真的 怎么了 怎么了 是不是他不能陪您 您不高兴了 任初 你到底为什么撒谎 昭华是不是在吴贞家 妈 您怎么知道的 今天我有事打电话给吴贞 没想到居然是昭华姐的 一听事我马上挂了 昭华为什么在小镇那儿 你不是说他回武汉了吗 你给我说清楚 妈 是 不要再给我扯谎了 是不是和昭华吵架了 妈您坐下 我妈妈跟你说 好吗 任初 你们都不想了 别闹什么事儿了 好好地在一起过 有空回来看看我 你说你回来了 昭华又去小镇那儿了 你给我说清楚 你还愣着干什么 快一点 打电话给昭华叫他回来 妈 其实我一直在瞒着你 我跟昭华都离婚一年多了 没敢告诉我 是怕你难过 难以接受这个事实 昭华也是好心 一年多来 一直陪着我回来看你 你们就想永远瞒着我 永远在我面前演戏 妈 您别生气好不好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这么大的事情 不该瞒着您 不瞒着我就是好事儿 结婚二十年了 到底为什么 这里边原因太多了 一条一条地说 你给我说啊 妈 妈 我们俩之间的主要问题 恐怕是性格冲动 我们自己的个性都太强了 开始是个性歧视 到后来连话都不想说 整个的家庭气氛 就像您共了一样 当初你们在国外 怎么有话说呢 那个时候的情况不太一样 那个时候主要是因为寂寞 所以我 那你当初回国的时候 性重重的跟昭华结婚 就是因为寂寞 事实也确实是这样 那时候我跟小珍刚刚分手了 到了国外我给他写了无数封的信 可他一封也没有回过 也就在这个时候 赵华来到了我身边 的确他当时对我非常好 给了我很多的照顾 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才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 那现在怎么回事 妈 这恋爱和结婚是两回事 等两个人结婚以后我才发现 我们之间有太多太多的不合 大事小事 吵啊争啊 一开始我总是回避 心想着 也许我们有个孩子 也就好些了 谁知道他又不怀孕 反正是该做的努力我都做了 谁知道 关系是越来越糟啊 那你离婚的事 就轻飘飘地解决了 妈 我知道 我现在跟您怎么解释 您也不会听的 您反过来想想好不好 我四十多岁的人 我不想了 我也不想让我们两个人 生活在一个像坟墓一样的家庭里 你 你简直是 先离开小珍 后又离开昭华 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都是我的孩子 都因为你 讨厌 妈 我承认 小珍在我心目中的地位 到现在也没有下降过 而且昭华自己心里也很清楚 这也许就是我们永远无法合拍的原因了 你这么说 对昭华太不公平 我承认 的确不公平 你是因为小珍离开她的 妈 我离婚是为了我自己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 我明白了 我是喜欢小珍 不管当初你们怎么样 我都一样喜欢她 可我也同样在意你的幸福 你的家庭 小珍 为古道事业付出了很多 路途不平台 淡淡的父亲去世又太早 所有的担子都压在她身上 所以我就不希望你 让她再遭受什么痛苦 宝儿 我明白你的意思 不要说了 算了 我老了 相关也管不了了 张华 我把饭买回来了 来吃吧 妈妈 她阿姨走了 走了 她去哪了 她回武汉去了 他走之前 眼睛红红的 好像哭过 他给你留了字条 吴贞 原谅我不辞而比 曹老师大概已经知道 我和任初的事了 我实在没有勇气 去面对他 谢谢 这么关系我和任初 有机会我会再来看你的 赵华 开门来 让一让 轻点 是来试镜的吗 对 来来来 过到这里来 好好好 你们先坐一坐 等一下就轮到你们了 好 我们先过去 来来来来来来 时间了 时间了 远山 这个演员我知道 叫张张张张张什么 张什么文吧 对张李文 我看过他演的戏啊 好好好 站好就可以了 自然一点 远山 你看他怎么样 不错 比我呢 怎么 还没试镜呢 就想当弯啊 本来就不比谁差 来 你上 快去 该我了 导演 就在这里 好 快去 你来 谁 我 你上 我 我不是 你不是等了半天了吗 你不是什么呀 快去呀 快去吧 快去 导演 你的轮廓很好的 为什么不上去试一试呢 快点上去试试 我 不行 快去吧 快去 慢慢来 好 快去吧 你真的很棒的 好帅 我 钱浩 上次得罪了 没有 我对你印象很深刻 我们是不打不相识 你们先到我办公室做一下 我和杨岛还有点事 一会我就关了 再见 走吧 看不出来 你还挺有观众缘的 要不跟钱浩说说 让你也留下当演员吧 你别见风就是雨了 刚才我不过是为了好玩才试镜头的 那就能当真 为什么不可以 人家都说了 没错的 再说 导演也这么讲 我怎么知道人家是不是跟我客气 再说 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当演员 那就从现在开始想 要是我们两个能一起向影视圈发展的话 很好 想的好美 怎么不可以 真的 薇薇 你好 请坐 坐了 好 杨岛你也坐 坐 是这样的 刚才我跟杨岛讨论了一下事件的结果 这样 杨岛 还是你来说 这位史先生真是难得的人才 很符合我们的条件 这个戏的男主角就是这样一个形象 我真没想到刚刚设了几个演员 就让我们给找到 我建议马上就和我们签约了 马上 要不你再考虑考虑再回答 还有 这个女主角 我们认为张力文比较合适 这个女主角比较成熟 而且徐小姐不十分合适 但是表演要经过一些培训才可以 行吧 你不用再说了 就是不用我了 没关系 拜拜 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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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解释好不好 薇薇 请解释吧 我知道 这个结果你很不满意 不过这是导演的意见 我也得尊重她的意见 她的意见 她的意见 你就没意见 我的意见 我当然觉得你是最合适的人选了 可最后不是还要听导演的对不对 既然你的话都不管用 你干嘛非要死起白脸的要我来 还说什么这个角色非我莫属 你胡我 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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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良心 我要是胡你 我就是那小狗 我是小狗 别讲小狗什么的 我没有兴趣听 薇薇 薇薇 你别生气好不好 如果这部戏不适合你 我们公司还有下一部戏 就算下一部戏也不适合你 我们公司还做唱片 你还可以试试唱歌吗 你耍我一次还不够 还要耍多少次 真的 我真的没有骗你 你的气质 你的才华 以我多年的经验 你一定在娱乐球活下 行了 我不要听你这么多话言巧语 看你这么多空投支票 薇薇 你是一直靠这手来周旋女孩子吧 要是你以为我也吃这一套 你就打错算盘了 薇薇 我这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薇薇 要是我真有这种方法来追求你 我怎么会让你落选呢 要是让你烧的气 我们之间又能怎么样呢 薇薇 薇薇 你先消消气 有什么话我慢慢说好不好 不管怎么说 你不该没搞清导演的意图就叫我来 这不是出我的洋相吗 这的确是我的失误 我没有搞清楚 我向你郑重道歉 对不起 请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怎么弥补 是这样 我们公司正好有一个发掘年轻歌手的计划 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签一个协议 今后你往唱歌方面发展 我们公司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支持你的 你能做得了主 我想我能 你会过来签约吗 等签约的时候再说吧 好 你怎么有空到我这来 我刚下班 有些事想找你谈谈 什么事还一本正经的 赵华走了你知道吗 知道 你这个人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啊 他是在我不在的时候走的 单单跟我说 他走的时候还哭过 你们两个到底是怎么了吗 他不是才来怎么突然又回去了呢 这件事得说来巧了 是谁 离婚这事呢我妈一直不知道 那天啊 我妈给你家打了个电话 是要找你的 你不在家 招华姐的 这事就传邦了 我说呢 那他现在怎么办 公司那边我全都给他了 就生活来讲他没有任何问题 要是所有的事情 都能用钱来解决就好了 你妈呢 他怎么样 还行吧 比我想象的好一些 你专门为这事跑给他 你真是的 剧团里那么多事情都要你去操心 我们的事里能不能不操心 你们俩是我从小长大的好朋友 你们的事我怎么可能不闻不问呢 有什么事啊 你看见葳葳了吗 他不是跟你一块儿出去了吗 还没回来啊 没有 他 他先走了 走了 为什么走啊 他 他没跟你说啊 没有啊 葳葳啊 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啊 安平 你别气我了 你们是不是又吵架了 要不然薇薇怎么会没跟你一块回来呢 没有 他叫我陪他去试镜了 试镜 他要去拍戏啊 他没告诉你吗 一个制片人看中了他 要他去演一部电视剧的女主角 女主角 女主角 哎 薇薇可真幸运啊 可惜导演觉得他不合适 不是 他受不了就跑了 跑了 嗯 薇薇的脾气本来就是这么冲动的 你当时为什么不拦着他呢 我拦不住啊 再说导演当时正要和我签约呢 真的 那实在太好了 这纯粹是歪打正着 我稀里糊涂的试了镜 结果他们让我演男一号 真的 嗯 可是这样你就要离开舞剧团了 对不对 还没有签约呢 我得考虑考虑 哎 人家看上你了 不用微微 微微当然要生气了 受不了也不能当场发脾气 扭头就跑 这样也太没有风度了是吧 好了 你就不要着急了 说不定他马上就回来了呢 哼 以他的个性啊 还真是说不准 说实在的 他的脾气越来越大 动不动就拍桌子走人 跟我这样 跟别人也这样 那你们是不是经常闹矛盾 他的情绪啊 变化无常 对不起 讲理的时候很可爱 可说不准什么时候 他又翻脸了 我真是越来越累 算了 我还是去找找他吧 我走了 远山 要不你就在这等吧 反正他要回到这边的 远山 要不我给你讲个故事 这个故事啊 我刚刚给小可爱讲过 你要不要听 听吗 好吧 有一个女孩 从她的少女时代开始 就爱恋一个男孩 在这女孩的眼里 整个世界都围绕着那个男孩子运转 可是 她的好朋友 与那个男孩恋爱了 为了友情 女孩 只能深深的把她放在心里 可是 在她的梦里 依然在和那个男孩 翩翩齐舞 可在这个故事里面 这男孩 是自己一个人在跳舞 我想它的属于 你是演员的 我是知道 这么美的舞姿 他要给谁看呀 我觉得安平的故事不错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吧 我累了 我要去休息了 薇薇 我和安平 我累了 现在不想说话 薇薇 你刚才那样 让安平多尴尬 弄得我们好像怎么样似的 你们没怎么样吧 薇薇 你别胡思乱想 安平可是你的好朋友 你要这样的话 你们之间很难相处的知道吗 我没说什么 你知道就好 你怎么样 当男主角的感觉一定挺过瘾 我还没有答应签约呢 我再考虑几天 为什么 这么好的机会你摆什么架子 我可不是什么摆架子 我从来就没考虑过这回事 总不能糊里糊涂的就去做吧 那你就考虑吧 不过钱昊跟我说 他说要跟我签一个歌手院 然后由他们公司培训我 怎么又签歌手了 他怎么就认准你了呢 他怎么就不能认准我能活起来呢 我是说人家都是新人追着公司要机会 可他却放着一堆机会 等你来挑挑剑剑的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怎么想 钱昊是不是有别的目的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想 告诉你 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钱昊根本就不是那样的人 他只是觉得我有才华有潜力 相信我能够给他赚钱 你不信 我相信你的才能 如果他真是这样的话 那很好 他对你的赏识 能给你这么好的机会 我也为你高兴 那我就跟他签约了 你为你的前途考虑 我没意见 你演戏的事 也要好好把握 我觉得你一定行 把那个叫张立文的给比下去 薇薇 我想跟你谈谈 我们不是在谈吗 谈谈我们 我们的将来 将来 将来 将来怎么了 薇薇 虽然我们以后的路 还没有决定 可是我总是隐约着的 我们今后要走不同的路 我们能不能不要谈这些 我明白 你们两个人在这儿 干嘛 是不是在密谋设立大逃亡 你们都派上高枝 扔下我们不管了 真不够哥们 就是 你们也太拿我们两个 你们两个 还有完没完 还没眼的事 瞎起什么哄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蛋蛋 开门 干爹 蛋蛋 生日快乐 放楼上去吧 干爹 这是什么 给你买的礼物 妈妈呢 在里面 我去叫他 好 干爹给我买了一大箱生日礼物 什么呀一大箱 我也弄不清楚 还叫着搬家工人 小心点啊 好 给蛋蛋买了台电脑 难怪蛋蛋说想搬家呢 谢谢干爹 孩子过生日嘛 啊 你想不想 啊 warrior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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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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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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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